大家好,我是小报 哥伦比亚·克勒比亚是南美洲北部的一个国 加 它与委内瑞拉、巴西、秘鲁、厄瓜多尔、巴拿马 和加勒比海国家巴哈马 亚买加、海地等接壤或相距不远 以下是有关哥伦比亚的一些基本信息 地点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北部 西部和南部分别濒临太平洋和加勒比海 总面积为1138910平方公里 人口 根据2021年的估计 哥伦比亚的人口约为5078万 首都 哥伦比亚的首都是波哥大 位于安地斯山脉的高原上 海拔约为2640米 经济 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第四大经济体 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石油咖啡、煤炭、黄金和花卉 等 哥伦比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切花出口国之一 文化 哥伦比亚的文化是多元化的 反映了其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 哥伦比亚文化的特色包括音乐、舞蹈、绘画文学和电影等方面 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之一是卡利加花车节 种族 哥伦比亚的人口由欧洲人、非洲人土著人和混血种族组成 其中混血种族占绝大多数 语言 哥伦比亚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 但还有大量土著语言和方言得到使用 历史 哥伦比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万年左右 但直到十六世纪末 西班牙人才开始殖民并统治这片土地 哥伦比亚于1810年宣布独立成为西班牙的一 部分 直到1819年获得完全独立 名人 哥伦比亚的名人包括文学家 加弗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足球运动员卡洛斯瓦尔迪拉玛和 音乐家胡安斯塞巴斯蒂安巴赫等 影片最后还请大家点赞订阅追踪和分享 点击频道里面还有别的解说带你认识全世界 谢谢大家